今年中秋赏月也特别的有看头 台北市立天文馆说 今年中秋夜除了可以观赏 近九年来最大的超级月亮 另外呢还有土星合月齐景相伴 超级月亮适逢土星合月 本世纪也只有今年能够看得到 另外在花莲有民众就特别带着笛子 到海边吹奏一边赏月 相当惬意 笛声悠扬在安静的夜晚中 搭配阵阵海浪声 还有前方海平面上又大又圆的月亮 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这名高龄84岁的老先生 中秋夜这天带着太太一起出门 到海边赏月 感觉很愉快啊 常常会这样子 除了花莲天气很好可以赏月之外 在台北的大家河滨公园 也是三五好友成群烤肉 而且只要抬头就能看到 在夜晚天空的超级月亮 因为这边地点抢手 所以我们是下午那两三点就先来 我们选了一个可以看到 那个月亮的一个地方 看得蛮明显的 因为我们坐那边 然后它在那里 下午是它大概在 高速公路上面一点点 然后很大壳 就比平常白天的大壳 只用肉眼观察 月亮旁边最明显的土黄色星体 就是土星 北市天文馆表示 今年中秋节 月球与地球距离不到36万公里 符合一般所称超级月亮的定义 也是2015年以来最大的超级月亮 不远处还有土星合月 土星与月球在视线方向上 近到只有约0.3度 而这样的组合相当少见 是本世纪中唯一一次 一般的满月 我们看到月亮的满月 它的直径的视角就是0.5度 所以这一次 它们夹0.3度的中间的距离 大概就是半个满月的大小 再多一点点 中秋节烤肉之余 去抬头看看天空 就能欣赏这难得美景 借台北花莲综合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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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